市長,針對這個核實的議題,趙少康批批的君主是說做決策都沒有跟黨中央討論,你這邊看見什麼? 其實每一件事情大家都溝通、都協調,只要大家都是為國家人民最大的利益跟福祉來做好考量,大家就請一步 市長,核實改不實叫名稱,你覺得可以接受嗎? 不管怎麼樣,最重要溝通、討論大家有一定的方向,最重要也要是保護人民的健康,那人民的健康永遠是最重要的一個我們要守護的 對於任何有可能傷害國人健康一絲一毫的國民黨,絕對百分之百反對 我們一定是跟全民站在一起的,這是經過三年前的公投的 民進黨如果以所謂的交換國際政治利益,我們絕對不能認同 國民黨所堅定的立場就是民眾的健康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們也會由國民黨中央跟地方還有我們的黨團以及智庫結合起來一個最強的一個團隊 再加上專業的團隊,一定要收集所有科學的證據,提出最堅強的數據,捍衛民眾的健康 我們現在階段,國民黨最重要的路線就是跟民眾站在一起 國民黨最重要的路線就是愛這塊土地,愛台灣 把所有民眾關心的健康安全民生所有的議題跟人民站在一起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KPI 但當然我說持續的在基層來努力,下鄉也好 或者就是跟民眾站在一起 所以前一段時間不管在南部,在中部,在北部都一樣 我會持續的來努力跟所有的人民站在一起 我已經說明了很清楚,有機會我再跟大家詳細說明,好不好 好,謝謝 趙大幹部來獲得參與,那個合理,國民黨發一個新聞稿,類似說同意 國民黨昨天才第一次發新聞稿啊 好,我已經說明了 好,謝謝,謝謝 謝謝 加油,打氣 好,謝謝